这屋边我一瞅我还说我个儿端个板 那不行那胆子绝对不够 我穿的书也不行再这么说 俗话叫做牛棚里养鸡 架子怪不小呀 咱大爷这番狂言 在往常换来的无疑就是调侃 可这次确实例外 原因就是俩人的确不搭配呀 坐在一起知道的是相亲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呢 你好你好 咱坐坐坐别客气别客气 坐坐坐坐 哎呦咱这人不少啊 你给我们 首先出场的大妈 她的条件属实不敢恭维 往好听的说就是 三五大妈往不好听来说 都快赶上流浪了 没车没房没存款 连子宁也没有 对于老年相信来说 这样的条件无疑就是垫底的 不过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缘分这种事 咱真还说不清 大家也老唱歌啊 真的 我上次跟你打电话 你不是说吗 说那个自己喜欢唱歌 那个KTV啥都平常来吗 KTV啥都平常来吗 KTV啥就去过一次 就去过一回 是跟谁去的呀 跟表妹 也是跟表妹去的 真是小姑娘出嫁 头一回呀 还没开始相信的 咱红娘先领了大妈去唱歌了 一方面是想圆了大妈的梦 一方面是大妈太过于自卑 联合红娘的基本交流 都有点难以打开心扉 这无意不利于接下来的相信呀 不管咋说 咱人穷之不穷 幸福都是靠争取来的 咱刚才不是在那个KTV 我看你唱的不挺高兴挺开心的吗 能看着你挺愿意唱歌的 挺愿意唱歌 然后那个感觉你自己唱的就挺好的 为啥就是不太愿意展示自己呀 对就是真不太自信 因为人家都有劳保嘛 因为我们有劳保嘛 这第一宝我就感觉就是 比人家就像第一道 就感觉那个心理 现在我听那个看电视 不也是一般都要求 那个医保都是那个 想当外里头 我要有的话 也不能找人家这么费心 觉得自己经济基础上 没有别人高 可能相对来说 对就是感觉自卑一点 多少一点自卑 我是那个李一姐 就是我们过了整七年 因为没有孩子 那个离结婚 那我看您就是之前 跟这个爱人在一起过的时候 俩人都挺好的 各方面感情 挺好的 咱大妈这一番话 无疑是反映了部分婚姻的弊端呀 那就是丈夫上班 妻子在家相夫教子 没有任何工作能力 虽然这样的生活看起来十分甜蜜 但对于女性来说 一个好的经济基础 无疑是自己的保障 咱大妈细心照料丈夫 结果离婚后 自己却是一无所有 没什么老干活 经常那个收拾卫生啥 收拾也不错 对 我要是一般说都是那个地一般 就是一般推一遍 有些说那个基本上 肺药是干啥的话 都是两遍早上推一遍 往上推一遍 要求身高1米7到1米75 身体健康 有楼房间 那个有老板工资2500到3000 身体好一点 没有三高 不抽烟少回家酒还可以 正经过日 就是实时在家一点 不要那个花出柳树那种 因为我是实时在家过日的人 不会说是 那个想要就是今天过你过了 就是 刚才看你不好 所以明天就是走那种 不是那种 就是实时在家过日 就找这种 正心实时日过日 那个是这样 我看您就是自己 这个要求定的都挺明显的呀 就是您自己心里有想 我就是按这个标准的 要说择偶要求 咱大妈也是十分误实 但对于明白人都能看得出来 大妈想找一个老板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 提高一下自己的生活品质 而她的优点就是 会过日子 是干活的好手 除了这些之外 大妈并没有任何王牌了 依照以往的相亲案例来说 这样的条件 估计也不太好找 一天收拾几遍的 一天早上一遍 晚上一遍 晚上一遍一遍 天天整两遍 我看她老婆她总吃饭 那个吃饭应该吃三队呢 三队 天天都吃 天天三队 天天做 那没啥事就吃点 就做点饭 你看看没 看 出房 这边的出房有点大 这是燃气的还是电动的 燃气的是不是 现在是没气的 它还没整 今天说整没整到现在 今年刚弄啊 而你一边回来钱不钱 不回来 一般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回来 没有时间回来 一天老忙了 我看她做点啥菜系 我看冰箱就不小啊 今天 人家都傻了 和咱大妈相亲的大脸 完全是老掉牙的虎 雄心在 在找老伴这件事上 无疑是一点都不含糊 家里面打扫的一尘不染 一日三餐一顿都不落下 虽说是一个人生活 咱日子也是过得有子有怪 那对于观众来说 大姐的要求啥的 自然不会抵啊 毕竟有资格的房子 每月还有好几千的退休金 我家孩子老忙了 下班就得求在这时候 忙啥呀 听到九天的沙发 他说 我那这 我那这 整串眼皮的 文美 啊 味道 对我眼线的 啊 不美甲 减肥的 他也对玩的 啊 要不下班 八九点钟 这点 这就晚了 哦 我家孩子过年 回来 让我们有时间 这平常您过去看她吗 嗯 我姑爷得在家里 也没有时间 都忙 对 都忙 那你小外孙女呢 小外孙女上学 小的时候 女儿无疑是父亲的小绵啊 但长大后 无疑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必须得撒手了 虽然而你们事业有成 但对于大爷来说 他想要的无疑是简单的陪伴 所以现在找个合适的老伴 无疑是最好的时机 在要求上面 大爷只是要求简单唠客 做饭啥的 不是啥大问题 那按照这个条件的话 无疑是闭着眼不愁挑 找一个老十八角 我不能找杂 话少一点 对 为什么呀 找杂呼呢 什么我问什么 我就不想补得太别自身 你找个杂呼的 我说你找个老十八角 就和咱 过好后外生就行 是不是 咱都60的 60亿的 我看那两人在一起 更多的不就是互补吗 找一个太老实 俩人在一块都不愿意 说话咋整的 那也能闹壳 我也听他闹壳 那我看您对生活的各方面 要求这么严格 对那个另外一半 啥地有没有什么 更严格的 也没有什么太大要求 真大事 人家来了 咱差不多 行为定位 也不能做这么干净 那差不多都有哪些 这干净 太干净 就属于洁癖的 在相信这方面 大爷说的也是简单直截 拔宠老伴的想法 说到淋漓尽致 但幻想很美好 但现实很残酷呀 越是要求简单随意的 越是碰不到合适的 毕竟咱大妈和咱大爷 压根不像是一个生活圈的人呀 601 请进行进行进 给二位介绍一下 咱是那个姓冯 叫冯叔叔 这位是胡阿姨 走吧 离我们简单逛一逛 没事 怎么白说汗了呢 要我就不会说汗 我一瞅 我还说我这端个板 那不行 那档子绝对不够 我穿的书也不行 咱这么说 你怎么也得差不多 人上哪儿 不也有几套衣服吗 酷了咱这衣服 还不得有个几套 你这穿的书也不行 再说 上哪儿都领不住手 你别看我长得丑 你怎么穿那儿 你也差不多 挺好的 刚见不见挺好的 然后那个我看那个 就互相给你二位介绍的时候 你俩二位都不太能说话呀 是不是感觉 真是唱戏的腿抽筋 彻底下不来台呀 俩人刚见面 知道的是相亲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姐弟俩呢 毕竟大妈的面相 属实是有点老了 大家的评价也是十分直接 直呼大妈领出去都丢人 毕竟大妈的所有举止言谈 都有一种上不了大雅之堂的感觉 但大妈却表示 想要努力争取一下 但话说回来 圈子不同 肯定不能应容呀 离婚35年了 离婚35年了 离婚25年了 太紧张 离婚25年 因为没有孩子离婚的 我们结婚就没有房子 一直也是出发过 我离婚之后也没有房子 就是都是一直在出房子住 离婚之后他就走了 我们也没有联系 我也打过 在这个羊毛厂上 修了花 也在饭店 吃行也打过 一直就是打零工 但是心情也挺高 别的要求也高 现在标准也降低的 我现在要早 十月十日过日 不抽烟 少回家 只有还可以 喜欢做点身体 比起往日轻松 亏偕的相亲 此时两人坐在一起 都是如坐针坦呀 大妈明显太过于紧张了 在个人经历方面 也没有太多的故事 只是离婚和打工 这无疑是个拟强人 不过大爷明显不在乎这些 毕竟俩人压根都不是那么合适 闹得再多 无疑就是走个过程罢了 七八回的嘛 男人真的一边都在外边吃 不愿意在家做三成饭 这基本上 都在家我吃得怎么做啊 我拿做饭不当个事 做饭做面丝了 是我也喜欢做饭 都是个做 一般的做饭也不容易 也不费劲 男人很少 对于咱大爷 咱大妈此时依旧有一丝念想 说话方面 明显是顺着咱大爷的意思 对于观众来说 没有金刚钻 压根揽不了瓷气活呀 咱要是自己真的没啥条件的话 完全可以告诉红娘 让红娘帮忙筛选一下 但此时的起步 属实是有点高 别说争取了 只能算是积累乡亲经验了 两个人只往一处想说 也别说分出过日来 别分出你我来对不对 能得来一起 能得来手向一起 才能往一起过 资格的玩意 现在过的话 才说也还挺苦难的 你得找这一备 不是一天两天 要是过日 两个人必须的 人家还得同情合力 人家互尽互爱 宽容严耐 互相抱拥 互相理解 达到这一点 才能真正两个人能过 你俩总在这儿去 也不行对不对 那不是一年都少的 那在二十年 后半一生 还有二十年新年呢 过日这份我了解的 那那个啥呢 平常生活上呢 或者脾气上呢 我看你俩人 我没脾气 要我和俺家我老爸一下 我也没有脾气 俺俩人家这些不红脸都 大马是残宝保地嘴 出口成尸 顺着大爷的择偶要求 发挥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虽说大爷说的十分简单 但不意味着人家 真的十分随便 他想找的 无非就是稍微有点条件 看着顺眼 知书打理一点的 这些咱大妈显然不符合呀 而大妈想找的 就是条件比他好一点的 道不同 不相为谋呀 他说他可以做饭 做这做那的 那都 嗯 这一点也有点有点 我这人来打的 这我没听听说 换个做饭 谁那我用谁做 你不做我就做 像他可以上班 最后我和他走向一起 他得上班 没有钱交也没交涉宝 涉宝现在可交不起 现在钱太多 应该也好 应该也不少 对 这三十万呢 现在可交不起 大伙姐妹一臭也得交过老板 你看没有房子 没有老板没有人 三十万大伙姐妹那一臭 谁家不都有 而人家里这人家都有 也有人家家里生活嘛 不像说三万两万里 我觉得你钱不钱 其实不是太重要 三八 到时候你又钱的工资 还没有 有个地方的生活 位置够呢 通常咱姐这个生活状态 其实也还可以 还是还是 还是更多的注重生活质量 才是还好 对 对吧 你说钱多了 少了啥 其实到了 不算是钱多了 都花不了多少钱 人家的仇丁的顺眼 最新时日过日的 人家 如同刚才所说 俩人压根都不是一个圈的人 大妈还表示 想努力争取一把 果然在养老保险上面 马上就发生了分歧 对于大爷来说 养老保险不是啥大问题 没钱几个人凑凑就行了 但对于大妈来说 这是难遇上九天 大爷不知道大妈的苦 大妈不知道大爷的父 所以刚见面得知 大爷没相中的时候 大妈就应该换下一个呀 你现在没有老板 他就一瞅吧 我说话 他在这一两天 我俩胆子不是一个胆子 就感觉生活不算一个品质 你是这么想的对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感觉 阿姨这个品质还挺好的 你感受到了没有 对 我知道我是才这么说 好像有话 不想 不是不想表达出来那种 就是在心里装的那种 那你生活当中 更愿意跟什么样的人去结婚 我愿意就是 还是把那个心里的话说出来 这种也接触 你觉得这个 互相好沟通 咱叔叔是这样 不是 他是那个心里有嘴不说 爱藏心事这种 对心事太重 我不是他理想的目标 没看上我 就是说还是 或者是演员方面 或者是其他原因 这我就不清楚了 那有没有想到就是 再争取一下啥的 不争取的 因为他你就是 大爷的三观比较清醒 表示大妈是过日子的好手 可俩人明显是不同层次的 但大妈钻进死胡同里了 不是大爷没有诚意 也并不是他没有敞开心扉 是彼此的经济基础 以及生活环境都不同 即便凑到一起聊 也聊不出什么门道呀 也不能说大爷要求高 只能说大妈可能没清楚自身的情况呀 橘子即便少了一半 大蒜也挤不进去呀